一人侯佩岑才刚刚在巴厘岛完婚 跟把婚礼上再把捧花丢给她最爱的妈妈林月云了 也让这个侯佩岑的妈妈林月云 有一段往日谈了29年的小三情也意外曝了光了 那么这段小三情林月云她也是公开道歉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是林月云她正应在接受这媒体专访的时候 她一提到新娘捧花这几个字四度哽咽 因为林月云她介入赞泰集团 董作邱家雄的婚姻长达29年 也就是说她当了29年的小三了 她也三度强调不会想要嫁给对方 那么林月云她也是以虚误两个字 来形容自己一生的感情路 并表示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会来扶正 她直说对邱家人感到真的非常非常的抱歉 甚至她很无奈的说自己所有的感情都是虚误 万般皆是命只半点不有人